大家好,我是來自雅遊遊戲的國學中 目前在貨幣開關 我們今天要講的主要是跟Golain Context相關的一些運用 還有它的一些細節 大家要注意就是這個沒用好,程式會爆炸,很重要 首先自己介紹就是 你大概在網路上看到這張圖片都是我自己畫 因為我公司不知道為什麼有奇怪的現象就是RD通通都會畫 好,然後這個是我的Sickback 大家簡單看一下就好 最近我們比較專注在遊戲的更新資料下載 佩附在各CDM的系統開發 然後可能非常好用,Likman Screen 好,我們先來講一下今天要做的 今天要介紹的東西是哪些 所以我們會介紹PositDread跟Fiber還有的一些相關檢案知識 然後Golain是什麼樣東西 再來就是PositDread跟Fiber或Go已經直接勾繃的方式 也就是說要怎麼讓它聯動 再來的話就是 Context這個東西審值到底是什麼 它有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還有要怎麼正確地使用它 好,那我們先來看看PositDread跟Fiber到底是什麼 基本上他們的共通點就是說 他們其實都是在一個城市的執行 就是執行的位置 那 所以裡面會有 包含說每個都有獨立的ProgramCounter跟獨立的CodingStack這樣子的東西 那他們有不同的地方就在於說 PositD它的那個記憶體空間是完全獨立的 所以你今天存取一個變速並不會影響到另外一個PositD的內容 那 通常情況都是屬於現在製作工的設計 除了那個很老的那個Mac OS 當然如果還有用過Mac OS就完了 那再來就是說通常情況它也可以分布在不同區域去做PositD運行 它可以做PK處理,加快它的速度 那隨著跟PositD比較大的差別 就是第一個是它那個Mainware Space 也就是HIMA Mainware是完全共享 那所以你可以透過那個ROFU驗出TOWRT的Mainware去做那個 兩邊就是兩邊的速度交換這樣子的東西 那同樣 它只要是設計成那個VMTV的情況 它也可以分布在不同區域去換好 那Fiber的話 其實跟隨著某些方面也有一點類似 但最重要是說它的那個 第二種也就是說讓出執行這個動作 必須要由那個PiP他自己去做讓出執行的這個工作 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來講一下柯博聽的事情柯博聽的東西 柯博聽的東西說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很重要還是怎樣的 但實際上如果你去探討它 它比較像是MF水嶺Model這樣子的東西 那如果大家有上過那個作業系統課程的話 在大學裡面都會有交到那個 聯分水嶺這種模式 那柯博聽它其實就採用這樣子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像以這張圖片來講 以這張圖片來講 因為水嶺它的那個 這個構內裡面每一個執行單元 這些構圖片 它本身都會有一個區域去做管理 那每一個會對應到那個空洞所有者 那每一個空洞所有者 則是對應到實體區 那它只要有需要那個 做切換或者是有IOP 需要把執行支援讓給其他的構圖片的話 它就可以靠這個部分的調度去做切換 那這邊還有兩個推的 這主要是因為說 有時候IOP 你直接把這個推的去做 需要並不是有效率做法 所以方會拿另外一個推的 來繼續用下面購物件的執行支援 好 剛剛剛剛講的那麼多 其實我們今天要講的目的是 發水直推的或者是 以及購物件 他之前溝通的一些問題 那通常我們在發水直跟推的 或開個之間溝通的話 最主要要用這東西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用ID 或者是用object的去追蹤 我們所開的那個發水直或推的 好 那ID這部分這樣就是 像那個發水直的那個 API 進行裡面 它們都會有fog 或者是 一批推的區域這樣的方法 那它們裡面每一個 就是它們裡面每支區域出來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ID 去代表這個執行的單元 那videos也不是一樣 就是它有spom這樣子的東西 那如果今天是帶一些 比較高階的實行資源 那它直接有內建 我們所謂的的東西 像你覺得說Ruby來講的話 它就是把所謂的 年廟寶寶器 定義在後面的這個vlog裡面 那它拿到這個TID 它會覺得實際上就是 代表這個所謂的 執行資源 那你可以透過登秘人 或就去分別 要求它強制停止執行 或者是說 等待它執行完畢 然後做資源回收 那GJOP也是類似情況 只不過說它起動的時候 多一個需要另外再call start 這樣子的工 那貨物廳的start呢 很簡單就是 我們只要在防潛前面 加購這個潛綴資 它就可以變成另外一個貨物廳來保 但對於那個 強制讓它停止 或是強制捐款這件事情 基本上官方原始的做法 是告訴你全部都要缺 所以 對於新手來講 其實這個是 應該怎麼講 就穿起來會比較麻煩 跟不太有聲 它的新手一定會問問題 就是說難道我這麼多的gooking 我這樣用缺的量傳來傳去 然後最後就雷拉克 當然其實官方有提供一個 比較合心的做法 那就是 提出在golland 1.7版的時候 提出context這樣的東西 內建在那個 隨便大的ibrary裡面 那它主要目的就是 提供說 有一個 包含那個 執行狀 所以則是golland的執行狀 它以及那個 防塑 就是你可以通知那個golland 讓它 就是說 就是跟它說 應該可以停止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就是 今天在帶入context之後呢 比如說golland 它是 從1號開了2號 然後2號又開了3號 4號5號 然後5號又進入一部開6號 然後這樣子一直在持續的增生 那今天 如果golland 2它 突然在執行 到1半時候出現Lail 那我們總是要做那個資源回收 然後要通知下游的那個 同路全都在執行 這時候呢 它就可以透過context 去把下面的這些golland 都做一次通知 然後讓它可以 讓它可以知道說 前面有那個任務失敗 所以全部都放棄了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做到 很完善的那個資源環空機 會有眉微病可溫 那就是這樣嗎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防災值的部分 它的那個概念來講 主要會有兩個部分 那我們來分別介紹一下 第一個就是 它本身可以帶所謂的 gollity scope 和vaiable 如果你以所有的角度外 概念來講 就是你所有的打開 到所有的消滅的時候 這中間 它這個生命周期的vaiable 都可以存在這些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它本身有 那個gollity之間通知 說是不是要禁止實行 這樣子的機能 那我們就可以看 它提供這幾個 重要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initial開始 那再來這一塊的部分 就是 怎麼樣去設定一些 所謂的gollity scope gollity scope的那個 參數機去形容得出來 那最後就是說 可以取的那個 就是可以取的一個 pencil的utility function 然後 在有出突發事故的時候 終止所有 下游gollity的事情 那要注意的是 recoe是這個 就是在linkedX的結構上 串一個東西 所以recoe越多 它的效率率上 會是越長 那不相信的話 大家可以回去試試看 然後剛剛說的那個 第一個就是naps 也就是gollity scope 這個部分 那它用法機制 就跟gollity的那個 一模一樣 就是你填一個key進去 那它 會有對應的那個 vayview可以補出來 那或者說 你如果今天要覆蓋這個 key手代表無數字的話 就可以要上面 為你vayview去做無感 但是它這產生是另外一個 context 而不是原來的那個 你會拿來那一份這樣 那官方有這邊有講了一個 一大堆 拉利拉扎的這個 注意事項 那特別跟大家highlight一下 那英文很長 所以我們簡單看一下就好 重點看後面的程式嘛 它意思是說 如果你今天在WizContext裡面 寫那個key進去的話 有可能你別的模組 取得同樣的名字 然後就兩邊的造型 就導致程式出現一些奇怪邏輯 那其實官方在當初在設計 這個context的時候 就考量到這一點 所以有要求說 你在定義這個key的時候 它可以另外定義一個 獨一無二的type 那因為在高鏈的那個 那個module設計體系下面 不同module下面的type 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隨便可以取取什麼 比如說像這邊是 用一一的這個程式去代表設計 其實它也不會有重點的問題 因為它type 本來設計上就是不一樣 所以大家記得要這一點 就是這個沒弄好 那個key 就會不知道那個context 為什麼到一半可以幹 那再來是廠作的部分 廠作的部分 它的那個設計上就是 你可以從原子的那個context裡面 call which pencil之後 它會丟一個c的context 還有一個pensle function 那你call這個pensle function 那就可以要求那個 有收到這個context的投聽 停止事情 那當然除了pensle function之外 它也有所謂timeout call dayline版本 call dayline版本 那dayline的部分 就是指說你 要求到從我們時間 要停止的時候 指定一個時間 它就會通知說 那客服務廳該停止 那或者是 也可以指定一個相對的時間 比如說像是那個 執行時間線 一分鐘左右 那你指定一分鐘之後的時間 那它就會自動收到 那個客服務廳 你應該要停止的 這樣子的訊息 然後做一些 後續的那個一代的鼓勵 那實際上 HDP的部分 大市場都會有 用這樣的東西來 確保它的那個時間 不會超過 好 那我們今天 接下來要來講的是 那個 那個 一些提供問題 欸 剛剛說那個 引進context之後 那這樣子 call dayline就可以 用那個call function 去做到 所謂的call team的啟動 然後剛剛說 Pencil function 可以做到 它的那個 通知它該結束 這幾個訊息 那再次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其實講的 scot 正面的join裡面 缺少了join的部分 那 在content裡面 其實沒有定義這樣子的動作 所以變成說 join的東西是要 留給那個 就是說 剛在scot 這不是它的責任 所以要留給其他東西來處理 所以 大事不妙 那 實際上 官方有提供一個sync 下面有一個位置服務 是可以做 這一線實行 那其他就相當於是一個content 每做一個 call team的時候 你就加 開個call team 你就加一個content 然後讓它 讓它可以用 WGW的去確定說 所有的call team 是不是結束 那所以 整體來說 如果你要做 一條龍的那個 做法的話 就可以像上面這張圖這樣子 總之就是 開放學就是 開放學之前的 開一個call team之前的時候 先用WGW的 那 那 離職去要取消的時候 就 Porkentrum方式 讓它離開 那或者說 如果它要正常離開 然後等待它結束的話 你可以call WGW的 那它會在這個 WG down 被call 到那個 到WG裡面的content 剩下你的時候 它才會反攻 但這樣可以確保 資源都不會被你 那要注意的是 其實這些東西 你都可以用channel來寫 只是channel很麻煩而已 那 如果大家真的有心 要挑戰 就是對自己 不會寫出DataLock的 那個CSV8 沒有自信化 也是可以有詮問的 這個並沒有說 不能這樣做 那就是這樣 大家有沒有想過說 如果今天購物訂要開很多 什麼話怎麼辦 那難道的東西要加下去 我想我這邊就有問題這些事情 那這邊直接給一個資源 就是 有一個 不知道實際 就是有一個叫做 合部的這個 module 它實際上有幫你做到 從start 特命的營造 就這樣子的小服務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要把它卡在一起的話 可以靠這個東西來 靠這個東西來做 coating的那個 啟動消滅 這樣子的工資 那最後的結論就是 其實context的東西 在coating裡面來講 它精神上 比較像是其他語言的 所以大家就覺得 扣掉了就贏這個功能 但是又提供了 所以就是coating 這樣子的東西 那 使用的原則 就是 官方的那個問題來講 那我們直接看測試 就是 如果你今天作為一個 server 的話 實際上你那個 server 那個 R裡面的那個 CTS 也就是這個 context 一定要把它拉出來 丟到那個 Database 或其他外部連線支援的 那個 function 不然這樣的話 它如果中途作用會場 然後DB 它沒有 被收到通知 一直卡在這邊的話 就會造成那個 支援リンク的問題 這樣子 如果以這個例子來講 它沒有把CTS 加在裡面的話 那你這個方線路的中途 因為 它有段連線中斷的話 它這個連線 就會一直卡在這邊 而不會死亡 然後 Blog上面有很多人就是在講 那個 其實CTS的設計不好 才是怎樣 那我是覺得說 其實 我在這來說 它的確是有一些 小部分缺點 但至少它還算是很實用的東西 而且 實在地還蠻強 那以下是一些相關參考資料 有 一些批評context的那個 如果在這邊 有寫一些相關context 為什麼設計非常失敗的文章 那這邊大家都可以點進去看 那同一片後面會分享給大家 大家再點進去看 那最後做的通商就是 我們遊戲群就是出了那個 2.0版的內容 那歡迎大家支持一下 就這樣 那另外就是 目前還有持續在周末 飛騰的工程師 也歡迎大家來應徵 好 那最後就是 學會時間 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ye 怎樣 你覺得剛才你覺得適合插單 是這個啟動 這個啟動 然後就是 丟著網內的成功 用的成功 基本上 我們這個官方 其實在HG server 裡邊就有做這個事情 就是它每次 call cancel之前 就會先幫你開context 所以你要老總是把context傳給那個DB 然後如果今天比如說對方連線突然斷信或是怎樣的話 他透過的方式是可以去通知那個DB的Session該規定 而不是說一直開在那邊然後沒有釋放點 大家想著 好 還是有其他問題 好 還是有其他問題